好,大家好,我是桑普 今天是11月1日,大家好,大家來收聽這個節目 19屆的四中傳媒在10月31日已經開完了 在傳媒之後,照例都會發表公佈 而且今天11月1日早上也有中宣部做的發佈會 總結這一次四中傳媒,基本上有六個很重要的項目大家需要注意 第一件事當然是香港,這個是不在華夏 我們也會講到,等一下會講到習近平,台灣 對外關係,經濟,以及制度各方面的問題 香港是這一次四中傳媒一個公佈裡面相當著墨的一次 如果你跟18屆四中傳媒來比較,也就是2014年10月的四中傳媒來比較 你會看到,那一次四中傳媒講的只有幾個字 就是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推進祖國統一,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穩定 依法保護港澳同胞和台灣同胞的權益,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等 很簡單,但是今年的四中傳媒是不同的 首先就沒有港人治港的字眼,不過這個並不是最重要的一點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和以愛國者為主體的 寫香港的篇幅是相當長的,亦都語氣相當強硬 顯然是跟六月以來的反送中,這一次抗暴的活動,運動是相當有關係的 他講到的就是將以前你看到很多那些港共集團和很多所謂的專家學者 一路力推的一些東西寫上來,譬如說他講早五點,那今日的這個沈春耀 即是港澳基本法委員會的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法公委 這個沈春耀都講得很清楚,他總結有五點的,其實很多的重複 簡單來說就是,堅持以愛國者主體的港人治港,提高特區依法治理水平 以及堅持依法治港的憲政秩序,完善特區和憲法基本法實施的相關制度的機制 這個就是廢話,但是重要的就是下面這兩點 第一件事就是完善中央對特區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免制度和機制 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解釋的制度也都要完善 換言之,釋法可能就會變成一種行常化的做法 任免的很多種情況就會進入到一種行禮如宜的行常化程序 這件事的話,是對於現有基本法的一個僭建 而這個僭建正是現在加強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這個全面管治權的重要表現 也都寫得很清楚,建全中央依照憲法基本法對特區行使全面管治權的制度 而最關鍵的幾個字,新聞都報得很清楚了 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強化執行的力量 而大家知道這種所謂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是首次在一些中共的全會裡面去提出來的 這一次這樣的提法,很多人就會說 是不是就是說,立即、很快、短期內會作出一些新的變動 我就持一個比較否定的見解的 因為你知道這種說法已經維持了很久 誰將這個推出來呢,就是以中聯辦為首的港共集團 這種做法就很顯然是別有用心的 譬如說你看到今天全國人大的常委,這個譚耀宗 他怎麼表示呢,就不知道哪個時候會做國家安全的立法 但是肯定的一點,就是他講了兩個條文出來 基本法第23條和基本法第18條 基本法第23條肯定是國家安全的立法 另外基本法第18條,很多人就擺在戒嚴或者緊急狀態的部分 重要的是第二款,就是將一些國家級的法律 擺進去基本法的附件三 譬如什麼法律呢,很軒然,國家安全法就是其中之一 這個以前馬欣國都講過 換言之,如果他要做一個國家安全的立法法律制度 以及情緒的話呢,一個是23條,一個是18條的第二項 第二款,我們兩樣東西都不可以去忽視 問題就是時間會不會這麼快,以及整個制度會不會馬上推出來 首先呢,這種提法呢,無論是很多的田飛龍 或者是一些專家學者 就是黨的專家學者,就是黨的學者 提出了很久 甚至這些話語,在中聯版和港澳版的系統呢 提出了很久 這次放了中共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的公佈裡面 顯然就是說,中央是承認了這件事 甚至endorse了這件事 英文叫做,就是說確認了這個問題 成為了以後將會做的一個工作 但是記住,它沒有時間表 今天南華早報有一個記者就問沈春耀 他說,時間表在哪裡呢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立法、釋法會不會做這件事呢 具體的舉措是什麼呢 它是沒有回答到這個問題的 它只不過是固阻猶而言他 說說,必須要全面準確貫斥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 按照一國兩制原則去治理好香港 讓香港成為這個國家治理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就是這樣回答了 換言之,你看到就是說 現在中共是沒有一個最終的決定 要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無謂呢 就是說,去幫那幫廣告集團 去不斷去吹一個惡風出來 這個絕對是別有用心的做法 另外有一點就是說 要完善香港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甚至說到大灣區 說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著力解決社會穩定 和長遠發展的深層次矛盾 你看到今天,今天有一個地產商 這個行地也借出新界的一些棕地 給香港發展一些房屋 你看到這種情況,軟的硬的都在做 但是記住 正如石禮謙議員說的 香港五大訴求 沒有說要買樓的 我們所有年輕人的重點 並不在於經濟 重點是在於我們的自由 這一點我們要很清楚 這個整篇對於香港的情況 尤其是有一點大家忽略的 就是沈春宇說得很清楚 是加強對於尤其是公職人員 和青少年的教育 包括基本法的教育 國情教育 和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的教育 增強香港同胞的國家意識 和愛國精神 這一點大家必須要很清楚的了解 這個就是中共一直以來 未成功做到 但是將會去做的事 當然這些要點不會立刻推行 但是第一 這些要點早已講過 別無新意 第二 是升上一個新的層級 去到中全會來說這番話 但是記住 不是一個緊迫的時間表 尤其是現在遇到這個 反送中的運動 還未平息 接近五個月的時間 而且可能會再長 以月計 以年計的時間持久戰下去的時候 中共可以做的是什麼呢 不外乎是禁網 不外乎是對於連登 網上的禁止煽動暴力言論 禁蒙面 甚至可能推遲這個區議會的補選 不是補選 是補區議會的真正的選舉 但是問題就是這種做法 可以去到平息我們的民憤嗎 又昨晚中華太子旺角各個地方的示威衝突 大家看到民憤是未平息的 而且香港人始終堅持非暴力的原則 去對抗這個中共的暴政 但是中共卻以一個相當強硬 強橫野蠻流氓的態度 來鎮壓我們的香港人 裡面有幾多個香港警察 滲透了中共的國安公安武警解放軍系統 大家心肢肚明 六成二的香港市民相信有 你說沒有香港人都不相信 而事實很多都很多蛛絲馬跡證明到這一點 721不見人 831打死人 10101槍殺人 這個口號是每一次都會說的 尤其是831和101有沒有人死 現在是毀莫如深 我們看到這個情況會不會繼續發展下去呢 我想這種情況 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本身 信任已經完全破產的時候 如果中共急於推行國家安全合法 急於將國家安全法納入附件三的話 後果不止是二百萬香港人 是全世界的同度加上其他沉睡中的香港人都會站出來 這件事中共是不是承受得了呢 這是一個很值得去探討的問題 所以它要硬的時候怎麼辦呢 這是一個很 lek的 我們先看 今天被傳加招來